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8月13号 那今天先让大家看一个小视频 这个是中国内地的网友 最近拍的一个小视频 拍摄的地点不太清楚 狗哥估计应该是在中国北方的 某一个小城市 一个居民区里的一个小房子 上面有一条标语 写了一句话 叫反普归真 怀念吃粮票的时代 狗哥再重复一下 这个标语上写的是 反普归真 怀念吃粮票时代 什么叫吃粮票时代 什么叫吃粮票 正在看这个影片的网友 肯定会有很多人不太清楚 台湾 香港的网友们 肯定有很多 不知道 中国大陆的网友们 90后 00后 应该也有很多人不是太清楚 大家现在看到的 就是一张 曾经在中国内地存在过的粮票 可以看到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发的全国通用粮票 1965年印发的面额是半市斤 也就是半斤 250克 刚才标语上说了怀念吃粮票的时代 粮票 当然 它不是用来吃的 它就是一张纸 你吃了也没法去填饱肚子 粮票 它是一种购买的凭证 比如说刚才大家看到的1965年印发的面额是半斤的粮票 当时的中国人只有拿着这张粮票 手里你还得有钱 有人民币 你才能买到半斤的粮食 当时的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城镇的居民 你要想吃到粮食 要想填饱肚子 那这种粮票和钞票是缺一不可 你如果说光有粮票没有钱 那对不起 这个粮食不会卖给你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说你光有钱没有这种粮票 那粮食也不会卖给你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 这种粮票在中国曾经是多重要 其实当时的中国除了粮票 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这种票证 油票啊布票啊自行车票啊电视机票啊 比如说你要买一台电视机 你手里有钱还不行 还必须得有一张这个电视机票啊 那这些票都是从哪来的 都是这个政府发的 当时的这个各个单位发的 所以呢大家呢应该就可以理解啊 那个时候的中国 那是一个这个什么样的时代 那个时候的中国呀 它就是一个这个物资极端匮乏 物资极端贫乏的时代 那个时代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最基本的需求 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需求 都是被中国政府啊是严厉管控的 是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生存的需求 都被中国政府严厉管控的时代 那现在竟然还有中国人怀念那个时代 还想回到那种社会 那大家说这些人是不是这个脑子都被抽了啊 是不是脑子呢都被驴踢了 狗哥今天说这个话题呢 就是最近两年看到粮食竟然是又一次成为 中国人讨论的这个很热门的话题 始作俑者 狗哥今天用了一个比较文雅的词 始作俑者 其实呢就是挑事了人啊 挑起这个话题的是中国最高领导习近平 前天也就是这个8月11号 那中国官媒新华社是发表了习近平的一条大新闻 就是习近平呢 他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做出重要指示 当然了他指示的是这个中国人的餐饮浪费行为 他在这个所谓的重要指示里说 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 令人痛心啊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他用了一句这个现在很多中国幼儿园小朋友都会背的唐诗 习近平指示呢 要加强立法 强化监管 采取有效措施 建立长效机制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 切实培养节约习惯 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使 节约为荣的氛围 这个呢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他在最近的工作啊 他是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指示 要制止中国人的餐饮浪费行为 维护中国的这个粮食安全 那习主席一声令下以后啊 中国非常著名的城市武汉 就闻风而动 武汉餐饮协会呢 在当天就发了一个倡议 要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役的号召 培养餐饮方面的节约习惯 所以呢他们就倡议呢 在武汉的餐厅饭馆里呢 要推行这个N-1点餐模式 比如说呢 一共有10个客人来到餐厅吃饭 那第一轮的点餐呢 只能是点9个人的菜 第一轮呢 大家呢只能是先吃个这个9分饱 如果说真的不够 还感到饿 那再进行第二轮的点餐 那第二轮这个点餐呢 还会有什么限制 应该呢是还没有这个明确的规定啊 下面还有其他的规定 比如说如果是两三位客人进餐 那餐厅呢要推出半份菜和小份菜 等等啊这些措施 看了这个消息啊 狗哥呢就想到中国人的一句老话 叫开饭馆了 不怕大毒汗 其实呢对餐厅来说呀 是你客人吃的越多越好 点的越多越好 这个呢才是常理 那现在这个武汉的餐饮协会 他们为了响应习近平的号召 其实就是在逆这个常理而行 你开餐馆了 你反而是要限制客人消费 所以呢大家呢就可以想象 这个政策 他的这个执行的力度 肯定是扯淡 对不对 因为这个政策呢是违反常理 你违反这个餐饮业规律的啊 对吧 肯定是执行不下去 但是呢习近平他在中国呢 是一尊的地位啊 为他独尊 他下了这个重要指示 那中国政府呢就必须执行 就必须干下去 大家呢可以看今天的一个新闻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要成立专班开展制止餐饮 浪费行为立法工作 这个呢就是要落实习近平的这个指示 那中国全国人大呢 就要进行专门的一个立法 要专门立一个法律 来规范中国人的餐饮行为 所以呢在将来肯定会出台了 这个所谓的法律里 如果出现了像这个武汉点餐 N-1的这种规定 那中国的网友们千万呢也不要觉得这个太惊讶 这个呢就是狗哥在频道里一再说的 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法律 立法啊 基本上就是笑话 中国最高领导人说一句话 然后呢就要进行一个立法 就要制定一个专门的法律 那法律能不是笑话吗 对不对 现在香港的这个国安法呀 也是这么出台的 肯定呢 也是中国全国人大 他落实习近平本人的亲自的指示以后出台的 习近平的这个最新的重要指示啊 其实呢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去进行解读 比如说习近平他现在要求制止中国人的餐饮浪费行为 那是不是其实很虚伪啊 很多的这个中国的网友都会知道 中国最喜欢大摆宴席的就是习近平本人啊 他从2013年上任 担任中国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以来 大家呢可以搜一下 习近平他在中国举办了多少次大型的国际会议啊 多少次的这种大摆国宴 营造万国来朝的氛围 什么APEC峰会啊 一带一路峰会啊 中非合作论坛啊 对不对 每次都是这种万国来朝大摆宴席 极尽奢华 你到底浪费了多少钱 到底糟蹋了多少粮食 中国人都不知道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 是习近平呢 他举行宴会 招待到中国要粮食了 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三胖啊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来啊 习主席他喝酒的动作是很帅的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宴会 是不是也是非常非常的奢华 狗哥呢必须要说 现代文明世界的政府啊 没有一个会是这样的 所以呢 习近平啊 他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 他自己呢 都是很喜欢大摆宴席啊 极尽奢华 但是现在呢 他竟然是指示中国的普通人 中国的老百姓 不要在餐饮方面浪费 那狗哥是觉得这个除了虚伪啊 实在是想不到还有什么别的词 来评价他的这个动作啊 在这儿呢 狗哥呢又想到了习近平的前任 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领袖 毛泽东啊 毛主席 那再用两片的年代呢 中国人呢都知道一个说法 说是这个三年困难时期 毛主席呢 没吃过肉啊 是跟中国老百姓呢 同甘共苦 那中国人在当时呢 也是很相信这个说法 觉得毛主席呢的确很伟大 但是现在 很多这个中国的网友 应该都知道了 这个说法呢 纯粹是扯淡啊 纯粹是谎言 不排除在那个时候 毛泽东呢 他会做个姿态 可能呢 有一两顿饭呢 没有吃 他最喜欢吃的红烧肉 但是呢 他完全有大虾呀 有鲍鱼呀 有螃蟹呀 有果子梨呀 这些来代替 所以呢 真的是很虚伪 而且呢 跟习近平一样 那毛泽东 他在当年也是亲自指导过 中国的老百姓 应该怎么吃饭 盲食多吃 闲食少吃 盲食吃干 闲食半干半熙 还要吃这红薯啊 青菜啊 萝卜啊 瓜豆啊 芋头之类的 那大家说 现在的这个习近平啊 跟当年的毛泽东 是不是真的很像 狗哥认为呢 习近平他真的是 毛主席的好学生 学到了毛泽东的很多东西 而且呢 还在现在的中国 要进行实践 另外呢 大家呢 也可以回想一下 习近平他担任 中国最高领导人 以来的一些 这个非常平易近人的指示 中国的厕所革命 是习近平呢 下命令搞的 中国的垃圾分类 也是习近平呢 下命令搞的 现在呢 他又下命令 搞饭桌革命 节约餐饮 那中国老百姓的 这个一头一尾 从这个吃饭到排泄 习近平他都要这个亲自管道 都要亲自指挥 所以呢 大家呢 在这儿呢 也就可以体会到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 这种真实水平 那老朋友们都知道 狗哥这个频道 关注的主要话题啊 是中国跟这个世界的关系 或者最准确讲呢 是中国跟现代文明世界的 这个关系 还有互动 那对于习近平最新的 这个指示 就是指示中国人 要停止餐饮浪费行为 要节约粮食 那狗哥呢 也会主要的 从这个角度呢 来看啊 狗哥的结论呢 这个其实就是习近平啊 他准备要跟现代文明世界 全面脱钩的 又一个证据 那狗哥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 可能有这个中国的网友会知道 在上个月啊 就是不到一个月之前 习近平呢 他是去了一趟中国的东北去视察 那次视察 他最主要关注的 也是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他还亲自说了啊 他十分关心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 那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习近平呢 他又亲自下指示 从粮食安全的角度 要求制止中国人餐饮浪费 要节约粮食 狗哥认为呢 这个呢 就充分说明了 中国的粮食安全 现在在习近平 他的心里啊 确实是一个事儿啊 只能是他心里觉得不安全 觉得不踏实 所以呢 才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在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上 连续的有这么两个大动作 那中国的粮食到底是不是安全啊 将来会不会影响到中国人的这个吃饭问题 大家呢 先来看一下中国官媒最先的报道啊 第一个是中国的经济日报 在前天的报道 说中国的下粮 再货丰收 粮食储备充裕 中国有能力保障米袋子安全 另外一个报道呢 是财新网的今天的报道 说下粮主产区小卖国家收购减少近千万吨 专家说农民舍不得卖 一方面 中国是宣传这个粮食载货丰收啊 储备呢 也很充裕 另一方面呢 今年中国政府的这个下粮收购啊 减少了很多 现在是收不上来粮食 那专家的解读呢 是中国农民啊 不舍得卖粮都在存粮 狗哥呢 不是这个中国经济和这个农业方面的专家啊 不能乱说 中国政府现在收不上来粮食的这个原因 到底是不是农民有粮不愿意卖 还是说呢 农民手里啊 根本就没那么多粮食 但是呢 狗哥可以肯定的一点 就是中国的粮食安全啊 绝对不是像中国官媒宣传的那样安全 一个月之内 习近平在粮食安全问题上 这两个大动作 其实又说明了 习近平本人 他也不相信 中国的粮食供应是安全的 那中国的这些领导人们 中国的官员们 虽然他们的这个世界观啊 普遍的都很有问题 智商呢 其实呢 也很有限 但是呢 这些人呢 他们都是非常精通 在中国的围观之道 都知道中国政府啊 在中国做官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呢 像习近平 李克强这样的 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们 在很多时候啊 他们其实也明白 基层政府到底是怎么回事 官媒的很多报道呢 他们自己也是不相信的 像李克强 他就说过 他不相信统计局 报给他的这些个GDP的数据 所以呢 他才发明出了一个李克强指数 那习近平呢 他应该也是一样 习近平他也是从基层干上去的 所以呢 他对政府基层的这种弄虚作假啊 瞒报数据啊 虚假瞒报啊 肯定的都是知道的 所以呢 他就不会对中国的粮食安全 感到放心 中国的统计局 会告诉习近平 这个粮食丰收啊 这些粮库里储备的粮食呢 都是满的 但是呢 习近平他肯定不会百分之百的相信 他会知道 里面的肯定有水分 但是呢 到底有多大水分 那他就不知道了 所以呢 他就不踏实 不放心 最近呢 他才一再的强调这个粮食安全问题 甚至现在要求 中国普通的老百姓 要节约粮食 狗哥认为啊 只要中国跟现代文明世界的关系保持正常 这种贸易往来保持正常 那中国根本就不会存在这种粮食危机 因为中国呢 其实呢 完全可以依赖现代文明世界 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这种粮食的供应 最近几年 其实中国每年需要的粮食 已经有差不多百分之二十都要靠进口 那什么情况下 中国才会出现粮食危机 第一个就是中国没钱了 中国政府呢 手里边没有足够的美元来从国际市场购买粮食 这个呢 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现代文明世界的关系 全面恶化 中国政府呢 不愿意再从这些国家进口粮食 狗哥认为呢 只有出现这两种情况 中国才会出现粮食危机 食品的价格呢 会出现大幅度的上涨 说不定在将来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呀 中国呢 也会出现这种粮票回归的状况 那只要中国还有足够的这种外汇储备 只要中国政府呢 还愿意跟现代文明世界搞好关系 中国其实呢 就不会出现粮食危机 所以呢 中国的网友们 现在呢 就可以考虑 为什么中国最高领导习近平 现在一直在强调粮食危机 在强调粮食安全 也只能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可能呢 就是这个习近平没钱了啊 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不足了 将来呢 没钱 在进口粮食了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习近平呢 他要在战略上 和包括美国在内的 现代文明世界 对抗到底 那对抗到底的一个后果 就是全面脱钩 包括呢 不再从这些国家进口粮食 所以呢 狗哥认为呢 习近平 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啊 两次强调 粮食安全问题 其实又反映出了 他跟美国 要跟现代文明世界 全面脱钩的这种战略决心 为了维护中共的这种集权体制 为了维护他个人 在中国的独裁地位 那习近平呢 他是不在乎 跟现代文明世界 全面脱钩的 普通中国人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狗哥认为呢 也是习近平 他敢进行这种 全面脱钩的底气 什么特点 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啊 只要有一口饭吃 他们就不会起来反抗 哪怕是吃不饱 但是呢 只要有一口饭吃 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就愿意去做顺民 就不会起来反抗 几千年了 中国人呢 其实都是这样 现在呢 还是这样 这个呢 就是中共这个集权 最终在战略上 敢于跟现代文明世界 全面脱钩的底气 那全面脱钩以后 其实中国人距离 使用粮票的这种年代呢 就不远了啊 好了 今天这个影片呢 就聊这么多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欢迎大家呢 能够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狗哥的这个影片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